鸡汤豆腐串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鸡汤豆腐串的做法 这是风鸣已久的东北特色小吃 之前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家庭制作也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制作过程吧 首先准备半只老母鸡清洗干净 我这是摊中已经收拾干净的 老母鸡最好是一年以上的 炖出来的鸡汤才有营养 老母鸡冷水下锅焯水 鸡肠和鸡皮鸡头也一起放下去 放入姜片和小葱 倒入适量料酒去腥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撇去浮沫再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烙出鸡肉用温水清洗干净 生姜切成片备用 小葱切成小段备用 砂锅中水烧开下入老母鸡 下入葱段和姜片 盖上盖子小火煮两个小时 接下来把干豆腐切成正方形 像这样子把干豆腐卷起来 然后用牙签固定穿起来 一个牙签穿三个干豆腐卷 穿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些蒜泥水 蒜泥倒入碗中 蒜泥中加入半碗清水放至一旁备用 鸡汤好了 接下来先把豆腐串放入砂锅底部 把包好的鸡汤盛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食盐 盖上盖子煮二十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取出豆腐串可以装在碗中或者盘中 汤汁是非常鲜美有营养的哦 因为是老母鸡熬出来的 把大蒜水淋入豆腐串上面 不吃的可以不放 喜欢吃辣可以放一点辣椒油 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 最后撒入葱花即可 好了我们的鸡汤豆腐串就做好了 鸡汤非常鲜 豆腐串非常入味 试试它也许您也能找到小时候的感觉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哦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减